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课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用户资金价格 也就是10.4.1 那讲用户资金价格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些问题 什么是变量 其实老叔如果我们没有学过编程的话 变量这个概念其实也并不陌生 什么是变量呢 从他的名字上来看 顾名思义 变量指的就是他的值可以变量 那比如说我们在小学或者初中 经常做一些数学的运气 那个时候在第一道题里就会出现 x等于5怎么怎么怎么着 到了第二道题 这个s又变了 等于10 那那个时候 超哥在小学的时候就经常想 这个x可能还挺厉害的 让他等于5就等于5 让他等于10就等于10 这是我是革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办 这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变量 这就是变量 那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计算机的内存单元 里面可以存储 它可以存储任何值 这个值是可以随意改变的 那我们在linux当中 我们干嘛需要变量呢 其实就跟我们做应用题是一样的 我需要把某一道应用题当中传递一个值 让这道题知道这个值初始值是10 这个时候x就转移10 那如果要让我的程序知道 或者接收保存一些初始这样的数值 这个时候就需要定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当中的内容啊 把它变量当中的内容 可以是文件 也可以是数字 也可以是什么字母 都可以 那我们是用这个变量来保存值的 这个值可以是数字 可以是字母 也可以是文件名 用户面等等等等等等 那这样保存的目的 是为了在计算机 或者说在我们的12当中 进去编程运算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值可以随着这个变量来进行传递 其实就跟我们做应用题当中的 那个s类似 x类似 那有了这个变量名 这个值才可以在程序当中使用和传递 这就是变量 那变量名啊 变量的命名呢 它不是你可以随便写 它有一些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规则 首先 变量名称可以是字母数字和下发线 但是小心不能用数字开头 也就是说你如果这样来设变量 它会报错 比如说我定一个变量 内幕我们上节课其实定义了 等于ic 对吧 但是我不能定义二内幕等于ic 哎 我说我看这家伙比较二 所以我给他写的名字就叫二内幕 这个时候系统不干了 你不能在这个变量的名称之前加数字 否则他不知道你要干嘛 他会报命令没有找到 他以为这是个系统命令 所以在变量之前不能加数字 这是第一个规则 不能用数字开头变量名 第二个规则呢 变量在我们的linux当中 在我们的batch当中 变量的值 它的默认值 默认类型全部都是字出串形 如果我们接触过其他的变成语 或者我们后面会讲 我们的变量值其实是区分的 分为字符串形 数值形 这个数值形就分 整数形和符点形 还有日期形变量等等等等 它有好多类型 但是在12当中 不这样 所有的内容 它都看成是字符 哪怕你写了个数字 一二 它也认为这是个字符一二 而不是数字 那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如果要用 这个linux当中的share的值 来进行数值运算 这时候就必须进行一些特殊设置 才可以进行运算 否则它认为那是字符 这个数值的运算 我们在后面的内容来讲 这里大家需要记住这一句 我们linux当中 默认的这个变量的类型 全都是字符串型的这个是很变量 其实这跟我们其他常见的语言都不太一样 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share其实给我们 如果你学过其他语言 你会感觉share当中很多内容都感觉很变量 但是当你用惯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这些变扭之处反而是什么 它是针对系统管理来做设计 比如说这些东西可能对系统管理来讲 更有用更常见更好用 那所以跟他其他语言不太一样 这是share的一些特征 好了 第二个内容 它的所有的类型都是字符串型 第三 变量是用等号连接 等号两侧不能有空格 也是说 我给变量复值的时候 中间这个等号 左右两侧不能加空格 然后呢 如果变量的值有空格 注意啊 这块值的可不是等号有空格 是这个变量的值有空格 需要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 把这个值包含 也就是说 当我的内容不再是sc了 我不想写小写了 我想写的是沈超 这样一个拼金的全拼 这个时候大家小心 这块就会有个空格 我们说过了 在lens当中 空格代表分割 代表命令和选项参数之间的分割 如果你这块空格 有空格 他就会认为这是两个内容 而不是一个整体 这个时候 我就需要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 把变量的值扩起来 它的值才会是 才会是这整个一个整体 那单引号和双引号的区别 同样遵守于我们上节课 讲特殊符号的这个区别 双引号里面 特殊符号有特殊含义 单引号里面 特殊符号也是普通符号 接下来 在变量的值当中 可以使用转引符 让特殊符号失去作用 那在这里 我们可以使用变量累加 变量的叠加 来更改我的变量的值 但是注意 变量名需要用双引号扩起来 或者用刀勒大括号扩起来 这个我们待会来举例 现在知道变量可以叠加 那还有就是 我可以把命令的结果作为值 赋予变量 但是命令的结果要用 命令要用 反应号和刀勒小括号 过起来 这个我们上节课讲的内容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那么它可以等于 刀勒小括号 任何一个系统命令 只要是有输出的命令 比如说Data 这个时候 内容的值 就是我们当前的时间 这个讲过了 我们这里总结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 最后这个 不是强制性建议 只是建议 我们建议大家 把环境变量的名称写为大写 这是目的 是为了便于区分 原因很简单 环境变量 会让我的Linux当中 所有的这个share当中都能使 那Linux的系统命令 也是在所有的share当中都可以使用 但是系统命令都是小写 那为了让系统命令和环境变量 可以区分开 建议大家 把环境变量写为大写 但是 如果你非不 我就要把环境变量设成小写 也是可以的 谁让 你是入层 对吧 好了 这就是设置变量的时候 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 这里 我们要说一下变量的分类 其实刚刚在开头 我们看章节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分类 那这个时候我们解释一下 最普通的变量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用户自定的变量 这种变量是我们的Linux当中最常用的变量 它的特点是 变量名 变量的值 变量的内容 你都可以自由变量 这也是我们使用最为常见 和最通用的一种变量 那第二种就是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里面主要定义的内容 都是和操作系统环境相关的一些数 系统默认会有一些环境变量 那系统默认的这些环境变量 它的环境变量的名称不能更改 但是它的值 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改 但是环境变量允许用户定义自己的环境变量 也就是说 我可以新添加环境变量 用户自定的变量是 变量名和变量值都随意 你想要哪个都可以改 环境变量呢 它有一部分跟系统操作相关的环境变量 它的名字是系统事先规定好了 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查查它里面有什么 最多改改它的值 但是环境变量没有现在那么死 它允许你手工添加新的环境变量 那意味着 你可以自己定义新的环境变量的变量名和变量值 所以那第三个变量呢 叫做位置参数变量 这种变量我们后面会讲啊 它主要是用来向脚本当中传递这个参数或者数据 它的特征是还它的变量名称不能定义 变量名是固定 固定的名字有固定的含义 我们能改的只是变量当中的值 连它的作用也不能更改 它的作用都是固定的 大家会发现啊 从上到下限制的越来越死 第一个用户自定义变量更自由 最自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想定义什么名就定义什么名 环境变量呢 有一部分和系统相关的变量名不能改 但是指引就随便改 那但是我允许你新建新的环境变量 但是到了位置参数变量呢 它的这个名字就不能更改了 变量名就不能定义了 我只能干嘛改里面的值 那么这个变量名是系统固定好了 你也不能新添加新的这个位置参数变量 不能新建 它就比环境变量要求更严格了 那最后一种叫做预定的变量 预定的变量和位置参数变量 它们的这个不是说作用 它们对这个相关系有点类似 也说它跟它一样 就是什么 变量名称不能定自定义是系统预定好的 作用也是固定的 我们能改的只是我们的这里面的值 这就是这四个变量 它的特征是从上到下越来越限制越严格 但是它俩位置参数变量和预定义变量 它俩的限制是一样的 其实说白了 位置参数变量是预定义变量当中的一种 只是位置参数变量相对来说较多 我们习惯性的把位置参数变量 单独作为一个分配拿出来 但是它如果你从根本上说 它就是预定的变量 所以这两种变量的限制是一样的 变量的名称不能自定义 你也不能新添加新的预定的变量和位置参数变量 但是我只能在里面改它的值 它的作用也是固定的 好了 这是这样四个变量 我们今天先来讲用户自定义变量 先来讲它 就是最常见的 那好 我这里也把它称作本地变量 为什么和环境变量做区分 等我们讲了环境变量就会知道 这里说的本地变量 本地变量指的就是用户自定义变量 那它怎么定义呢 很简单 我们见过了 变量名等于变量值 如果值中间有空格 用双引号或者双引号单引号 获起来 那如何调用它的值呢 如何调用变量的值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习惯性的用 iq名量来调用 当然在程序当中可以用程序来调用 只要记得在变量名之前干嘛 加$ 这就是它的这个变量名的这种调用 那我们可以再添加几个新变量 比如说变量A等于123 变量BB等于456 iq到了A就能看到它的值 iq到了BB就能看到它的值 这就是变量的定义与查看 其实调用在这 就是iq后面加变量名 那这里我们说 变量是允许结加的 只要你注意 用双引号把变量名扩起来 或者用刀了八括号把变量名扩起来 那我们看看 刚刚A的值是123 但是我想让它的值更加增加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这样来定义 A等于变引号 $A后面加456 它的意思是说 A的值给我的A重新再负变量 它的值等于原始A的值 后面再写456 这样的话看回车 大家猜猜 它的值是什么 就是123456 当然允许这样的格式叠加 也允许干嘛 换个格式 我从前啊 A等于 到了花括号 A后面加789 这个时候就代表 在A变量值的后面再加入789 那A的值刚刚已经是123456了 这个时候再去看 它的值就会变成123456 789 其实这两种格式的作用是一样的 大家看你哪一种好记 或者你更奇怪于哪一种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变量叠加 变量的结佳 那刚刚我们说 还有变量的这个调用或者查看 它的值 还有我们可以用Site命令来查看变量 Site命令的作用是查看系统当中所有的变量 这里的变量 这里的变量包括系统的环境 这个环境变量 还有系统的这种一些系统的定义变量 系统变量 还有我们自定义的一些 比如说A和BB的值 A和BB的值 A呢 其实在啊 找找 行吧 好吧 太乱了 不太好找 啊 这 A的值 BB的值 都有 那Site命令会看到系统当中所有的变量 系统当中所有的变量 那用Echo的话 它只是调用当前变量的值 或者用Dollar Site命令是查看所有的变量 那如何删除变量呢 非常简单 Site是查看 onsite就是取消 后面加变量的名称 比如说 我要删除刚刚的变量 BB 删除之后再去查 A还在 但是BB没有了 这就是定义变量 调用变量 查看变量和删除变量 那本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个 其实本节课 我们讲了这个用户自定义变量 但是这个自定义变量本身不难 定义变量就是变量没有点于变量值 然后呢 调用变量或者是调用变量值 就是变量没前面加 到了 查看变量就是Site 删除变量就是onsite 但是这节课讲的重点内容是变量的概念 变量命名的一些规则 还有变量的分类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